Hello 大家好 說這麼快 我這個Youtube頻道已經經營了一年 我今天就在這裡分享一段片段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開心快樂的生活 就是她 她不是麥記的超級隊長漢堡 而是我自製的健康隊長 她很容易製作 不如讓我們進行一些材料 其實我所有東西都在這個Jusco 即吉之島那裡賣 首先要有和牛 二十多元 要有英式鬆餅 一包裡面好像有四個 我把它撕開了 然後拿去烘 另外還需要半個薯仔 那薯餅最吸引 超級隊長的話 那他們有薯仔和洋蔥 至於我放在旁邊用來做半碟的沙律 就需要有這個BB菠菜 也是一大袋在吉之島就可以買了 另外還需要有 你可以用煙肉或者你用豬腩肉 都可以的 另外就是有這個粟米芯 放在沙律裡就會很甜 很好吃 有沙律當然要有沙律醬 今次的沙律 dressing 我就用了這個 蘋果醋 有蜜糖 還有一些海鹽 還有橄欖油 那 很簡單 這個應該在家裡都可以找到的了 那在做之前的準備 首先就要pre-heat了焗爐 去到200度 薯仔切一大片 而洋蔥就切一條 好了我們馬上開始了 之前展示給你們看的相片 其實已經熟了 那些菜生的時候 我就忘了拍照 不過其實也是很簡單的 只要你把一些生的 松米芯、薯仔和洋蔥 鋪在石子盤上面 然後再用腩肉蓋著它們 加鹽和胡椒粉 然後全部拿著焗爐 不用油的 然後焗它們30分鐘 是啊 現在 就是要的鹽 好香啊 煙香 但是有點焦焦的 不過應該剛剛好 拿出來切 我現在的油都放在底部 那這些 這些 咦好像還沒夠啊 有兩袋 這些可以讓它放在這裡 那些放在那裡 那拿回那裡 那兩塊 你夾住 我幫你做 你夾出去 嘩 好熱啊 看來就會切正方形 這些 那些煙肉就可以焗到差不多 變成啡色 那個邊邊有點脆口 然後可以拿出來 攤凍切成正方形 你會看到嗎 我右邊已經把那些煙肉 切成正方形 就放在沙律裡 現在呢 就做個沙律醬了 那我們用了健康的橄欖油 這裡大概有一大匙 然後呢 也加一大匙 蜜糖 然後再加兩大匙 這個蘋果醋 我覺得這個沙律酸一點 就會比較好吃 然後再加海鹽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加一些胡椒粉 都可以的 不過要用黑胡椒 即是黑胡椒 然後呢 再把這個醬汁拌均勻 才好拌在沙律裡 不然就會有些很鹹 有些很甜的 這個呢 就是焗起新鮮出爐的 然後你就要把它切成小塊 然後再拌在沙律裡 加上dressing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沙律 這個沙律甜甜的 又醒來 在這個期間呢 你就可以騰空焗爐出來 焗這個鷹式鬆餅 大概五分鐘左右 它就已經可以變成這樣 做完沙律在焗麵包的時候 就可以煎麵 那我們用的Jusco 買這個二十多元的漢堡扒 其實都可以的 完全不用加油 就這樣放在煎盤 賣火煎 就已經可以煎到這樣了 好吃 那最後呢 其實我就把鬆餅 這個牛漢堡扒 還有薯仔洋蔥 就疊疊疊疊疊疊 然後一口咬下去 這一餐呢 超好吃 又很方便 很容易做 我希望大家都喜歡這次的影片 那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之後會有更多的影片 post 多謝大家支持 今天分享差不多了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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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